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看为什么说一千零一夜里面浪漫主义色彩很浓厚呢 就是虚构的东西特别的多 比如说无所不能的神灯与魔戒指 一夜间建立起来的宫殿 往返于宫中的飞坦 那种飞坦一坐上去就飞走了 会飞行的乌木吗 能隐身的头巾 现实生活中有吗 没有 所以说这些都是怎么出来的 虚构出来的 所以说浪漫主义色彩极为浓厚 其中有一部著作 特别典型 叫做 阿拉丁神灯 说有一个人叫阿拉丁 说阿拉丁有一天来了一个法师来找他 说 你 我是你的叔叔 我下面带你去寻找宝藏 阿拉丁说好 现在去了 来到了一个石洞门前 就是念了一个咒语 念了咒语以后 大门打开了 说你进去吧 你进去吧 给我拿一个什么呢 拿一个神灯上来 没说神灯 说拿一个煤油灯上来 临走的时候给了他一个戒指 说这个戒指没告诉我怎么用 就说他能够帮助你 你就去吧 阿拉丁下去了 找啊找 一个脏煤油灯 这破玩意 什么东西 上去了 法师在上面呢 阿拉丁在下面呢 法师说给我给我给你给我 不给 你先让我上去 给我 不给 你先让我上去 他为什么不给啊 我给了你以后 你把我关里面怎么办 就是不给 法师一气之下 念周语都往给关里面了 阿拉丁一看你出不去了 无意中呢 蹭了一下这个戒指 蹦 蹦出来一个戒指神 我是戒指神 我可以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 那你帮我变回家吧 没问题 都是变回家了 变回家以后呢 他的妈妈一看那个神灯 这么脏啊 没 一看煤油灯 一擦了几下 蹦又蹦出来一个 我是灯神 我可以帮你实现 你想要的愿望 阿拉丁最现实了 给我变点吃的 没问题 蹦一桌 哇 开始吃 这以后阿拉丁他们家 什么都不缺了呀 没事就擦两下 变了个城堡 蹦一个城堡 想要什么都来什么 这个时候呢 国王 你看 一到这个时候 就发现国王总爱把女儿嫁出去 勇敢的小裁缝也是一样 国王又要把公主嫁出去了 阿拉丁 我去 变马 我还要去 什么都有了 把那个女儿嫁给他了 哇 很开心 有一天呢 这个法师 一直想把这个灯要回来 一定要要回来 趁着阿拉丁不在 就来到了他城堡下面 喊什么呢 新灯换旧灯 新灯换旧灯 公主一听 新灯换旧灯 这我们家这破灯那么脏 换个新灯都好啊 拿着就可以换了 法师一看 蹦 擦三下 蹦 又蹦出来灯神 你们发没发现 这个灯神呢 他是谁擦 他听谁的 前一阵还帮阿拉丁的 这一会儿一看出来 换别人了 他就帮这个人了 然后说 把城堡给我 变到非洲去 变过去了 阿拉丁回来一看 家没了 妻子没了 这怎么办 他手里还有什么呀 变着 蹦出来了 快 给我变回来 不好意思 我的法力没有那么大 我帮不了你 那你能帮我什么呀 我把你变去吧 变 阿拉丁也变非洲去了 阿拉丁就找到了公主 找到了公主以后呢 说我们得把那个神灯抢回来 说怎么抢回来 那个恶法师一直都想娶我 公主说 我假装嫁给他 我跟他喝酒 酒里面给他放点什么呢 毒药 法师来了 你是不是想娶我呀 好 我们喝杯酒吧 喝了 嗯 神灯我拿回来了吧 后来法师就被关进了 监狱里 第二个特点 情节曲折 首先我们来看 善待哈里发的黑人 哈里发是什么意思 哈里发是继承人的意思 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太子 来继承皇位 说一个国王 把他的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 很正常对吧 但是新国王的叔叔 也就是老国王的弟弟 皇叔伊普拉辛 觉得不顺 觉得不开心 为什么不给我呢 为什么我的哥哥不把王位给我呢 于是他就不开心 他就跑到了另外一个城市 自称为哈里发 这不就相当于 一个国家里面有 有了两个国家了 对吧 你也是哈里发 我也是哈里发 到底谁是哈里发 于是他的侄子很生气 派兵去攻打他 攻打伊普拉辛 可是伊普拉辛 表面上看起来 我才是真正的哈里发 可是士兵一旦过来的时候 他根本打不过 于是伊普拉辛开始逃亡 这个时候他的侄子 设了重额 悬赏来捉他 这个时候 比如说十万金币 抓到伊普拉辛给十万金币 伊普拉辛开始跑 四处跑 慌不择路 突然看到前面有个门 推开门就进去了 这个时候 门打开了 进来一个黑人奴隶 伊普拉辛刚要说话 黑人奴隶关上门就走了 伊普拉辛心理想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哎呀 被人锁到这儿了 肯定是去悬赏去了 我值这么多钱 过了一阵 门又开了 黑人回来了 带了很多吃的 反倒带了很多吃的 然后对伊普拉辛说 您很饿吧 那我来款待您 很多吃的 伊普拉辛已经饿了很久了 对不对 哇哇哇哇 开始吃 吃了很久以后 一抬头突然想起来 哎呦 你怎么没吃饭呢 黑人说这样一句话说 尊贵的您在用餐 我的身份很低微 我不能跟您供进 一起用餐 于是这个时候 伊普拉辛就觉得 特别不好意思 说我给你钱吧 给你金币 可是说不需要 不需要 那伊普拉辛说 那我总得为你 做点什么吧 黑人就说了 你能不能为我 唱首歌呢 你说伊普拉辛 会为他唱吗 会 伊普拉辛说 好 我为你高歌一曲 就唱了这首歌 你会发现 这首歌完全就是 伊普拉辛当时内心的真实写照 你看啊 比如说重获自由 比如说妻儿重逢 比如说安拉对我的垂帘 是不是一切的一切 都是在表达他的心情 这个时候 他是不是想获得自由 他四处在逃亡 他唱完了以后 黑人奴隶觉得 特别感动 说真的很好听 那拿起了乐器 我也为你唱首歌吧 于是黑人奴隶又为他唱了一首歌 唱完一首歌以后 两个人就视为朋友和知己 伊普拉辛说 好了 我该走了 我不能连累你 黑人奴隶说 你别走了 其实我知道你是伊普拉辛 你就留在这里吧 外面那么不安全 于是就住了下来 伊普拉辛怎么给他钱他都不要 你说伊普拉辛好意思吗 当然 你觉得很不好意思 对不对 于是伊普拉辛就在有一天走了 觉得我不能再住下去了 男扮女装走了 走着走着突然看到一个士兵 士兵说停下 把面纱聊起来 看看是谁 一聊 嗯 士兵会不会抓他 会 伊普拉辛 士兵拼了命的抓他 伊普拉辛会不会反抗 不会 不反抗吗 会 于是咱们两个打在了一起 伊普拉辛也受伤了 士兵也受伤了 伊普拉辛逃跑了 赶又是一顿跑啊 看到一个门 推开门就进去了 一个女人在里面 伊普拉辛就说 求求你救救我 我受伤了 好 你躲起来 一会儿我丈夫就回来了 你躲到茅草屋里 于是伊普拉辛就躲进去了 过了一会儿 门开了 那个女子的丈夫回来了 黑人 是谁呢 黑人 能是黑人吗 那个家他当然知道是谁家了 是刚才被伊普拉辛 打伤的士兵家 哎呦 哎呦 进了士兵家了 于是士兵一进了 我刚才被伊普拉辛打伤了 快快快 对我疗伤 伊普拉辛想 完蛋了 我打伤了她的丈夫 这她还不出卖我 她妻子没出卖 继续照顾伊普拉辛 但过了一阵 她就说了 说你赶紧逃走吧 否则的话 我的丈夫早晚会知道的 会抓住你 伊普拉辛想 好吧 走吧 这个时候伊普拉辛突然想起来 在周围的邻居中 有一个他当年 他当年释放过的一个奴隶 奴隶如果想获得自由 就是他的奴隶主答应 我给你自由 你就自由了 而伊普拉辛在这个时候 就把谁呢 就想到了这个女的 他当年给了他自由 他说我去他们家 去了 哦 进去以后 这个女的说 感谢真主安拉 你终于回来了 我的主人呢 我这些 这些天听说你被通缉 我特别担心你 您赶紧好好休息 我去为您采购一些吃的 哎呦伊普拉辛这个时候 心里放下来 安全了吧 为什么呀 安全了呀 可以休息了 过了一会儿 女仆回来了 带了士兵回来的 什么意思 女仆出卖了伊普拉辛 伊普拉辛被捕了 特点三 对比鲜明 在一千零夜里 人物的善恶美丑 特别分明 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 比如说渔翁的故事 打了一个小瓶子上来 大开瓶子 你看好像这个故事 又蹦出来一个魔鬼 这个魔鬼说 啊 我等了很多时间了 最初我想报答这个人 可是现在我要报复这个人 这个时候 你马上就要吃掉浓 渔夫的时候 渔夫很聪明 哎 我不信 我不信你能钻进这个瓶子里 你那么大个 你还能钻进这个瓶子里 然后 你不信 我给你钻着试试 你试试 你试试你就试试 于是魔鬼你等着 魔鬼咯咚钻进去了 渔夫赶紧拿盖给塞上 不管魔鬼在里面怎么叫 扔进大海里 是不是这里面谁聪明 谁笨 魔鬼 魔鬼是不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来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非常有名的阿里巴巴 与四十大道 这个事情发生在波斯 哥哥卡西姆是个富翁 弟弟阿里巴巴是个侨父 非常贫穷 有个问题了 为什么哥哥很有钱 弟弟却很贫穷 其实答案特别简单 哥哥娶了一个有钱的老婆 弟弟娶了一个贫穷人家的女儿 但是呢 娶了以后呢 阿里巴巴过得非常的贫苦 但是 他就过得其实很幸福 哥哥呢 却十分的小气 还并且他的嫂子 经常挖苦阿里巴巴 看你们家穷的 阿里巴巴有一天上山 去砍柴 突然意外 四十五看来了 马队 他赶紧躺起来 来了 看到四十个大道 走到一个石头门前 芝麻开门 开开了 进去了 过来一会儿 出来了 芝麻关门 关上了 阿里巴巴很勇敢 尝试着进去 芝麻开门 一进去 哇 都是金银珠宝 阿里巴巴取走了一些 回去以后很开心 很开心 他的老婆特别开心 然后就数 阿里巴巴说别数了 这么多 让人发现怎么办 强盗知道怎么办 他老师 那我总想知道有多少啊 说你去哥哥家借一个罐子 我们聊一下 我们有多少 就去他嫂子那里 他说 我借一个罐子 量点东西 他嫂子就说 就想 你们家这么穷 能拿罐子量东西 好 我想知道 于是就在罐子里头 抹了一滴蜂蜜 很黏对吧 给了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妻子一回 花金币往里倒 花往里倒 你量 这么老多 可是还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 有一枚金币 粘在了罐子里面 他的 他嫂子拿回去 我看看你们家量的什么 金币 你们这么穷 竟然拿罐子量金币 于是就把这件事情 告诉阿里巴巴的哥哥了 他的哥哥一醒 去问阿里巴巴 你告诉我 不告诉我 我给你告官服 阿里巴巴会不告诉他哥哥 会 告诉我 会 一直告诉他哥哥 他哥哥就去了 带了所有的毛驴去啊 就恐怕拿不完呢 去了以后 哇 装了特别特别多 然后突然间 他已经被那种金钱 占据了他的头脑 忘了 口号了 大麦开门 绿豆开门 黄豆开门 喊了好几遍都不开 他就忘了什么了 芝麻 这个时候外面传来了马铁声 谁回来了 强盗 强盗回来了 林死之前 强盗林砍下他之前 他的哥哥大喊了一句 阿拉救我 阿拉是谁啊 阿拉就是真神 神 就是喊的是神来救我 有神来救他吗 没有 于是死了 他的嫂子晚上一看 还没回来呢 完了 要出事 就找到了阿里巴巴 跟他讲了 阿里巴巴进去一看 他的哥哥尸体都已经被劈成两半挂在两边了 像猪肉一样 哎呀 带回去吧 阿里巴巴临走的时候 还又拿了点裁缝 带回去以后 人一定要把他缝好 对不对 全尸 这个时候说怎么办呢 就找到了一个裁缝 蒙住了裁缝的眼睛 不让他知道他们家在哪 绕了很久 去了他们家缝上了 这个时候 另外的一面 强盗知道了 强盗知道 人呢 又有人来了 这可不行 这就好像我们家的钥匙被人拿到了 你愿意吗 不愿意 所以说 开始去找 这个时候就开始去找 派了一个强盗 一打听 说一个裁缝 说我缝了一个什么什么 说你带我去吧 绕啊绕 又蒙着眼睛找到了家 在他们家门口画了个符号 哼哼 我找到你了 走了 阿里巴巴的女仆出现了 哎 这怎么有个符号我们家 不行 他就在别人家门口也画上了一堆符号 回去以后 强盗说了 我找到阿里 门口有个圆圈 去吧 强盗头子带着带着人来了 就找圆圈找圆圈 怎么家家户户都有圆圈啊 谁家是啊 后来又派了个强盗 还是这样 强盗头子决定 亲自出马 他来了以后 他就不画圈了 画三角 画三角 他什么都不画 他观察 嗯 这家门口有棵树 往左右什么 前后什么样 哦 我记下来 走了 这下你跑不掉了 但是他不能带人直接杀来 毕竟城市里有官府 对不对 接着 他怎么样呢 他买了很多大罐子 把人都装到里面 其中有一个大罐子里面装的什么 装的油 敲门 当当当 我们是卖油的 来你们家住一晚上 可以吗 阿里巴巴是不是很善良啊 会不会让啊 会 一定别让 于是就让他住进来了 那么多大罐子摆在后院 说 只要我摔杯 你们就冲出来 又是他的女仆 他的女仆晚上做饭没油了 就 正好他们卖油的 我去拿一点 怎么听到罐子里面有人说话呢 啊 这怎么办 正好有一桶油 那不有一桶油呢吗 都给烧开了 滚烫的油 拿过来 把盖子掀开 哇 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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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盗头子不知道啊 还等着杀人呢 晚上 啪 一摔信号 怎么闻到一股肉味呢 人都熟了 还帮你打仗 于是强盗头子就跑了 后来呢 有什么装成朋友啊 设计 最终 还是被他的女仆 自死 结尾就是阿里巴巴全家 取出了基因财宝 又把阿里巴巴一代一代 告诉他们芝麻开门的这个秘诀 就这样 他们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我们来看一千零一夜 我们用这几句话 最好了 法国著名的启蒙学者福尔泰曾经说过 我读了一千零一夜四遍之后 才算是尝到故事体文艺的滋味了 觉得太美了 我觉得斯汤达说的这句话特别好 斯汤达说什么呢 上帝啊 让我忘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情节吧 这样的话我能够再重新读一遍 没读够 希望再读一遍 但是你就知道情节了 让我忘了吧 这就是一千零一夜 那么外国民间故事 我们看我们现在也就讲了阿拉伯地区了 对吧 我们下面来看另外一个国家 日本 日本的民间故事受我们中国和印度的影响 受这两个国家的影响 但是它具有自己的特点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日本的故事 就是从中国照搬照抄过去的 但是却改了 为什么呢 你会通过日本的一些故事 真的能够看到他们的一些文化 我们来看日本民间故事特点一 是什么呢 多邻里冲突 中国有一个故事叫做狗耕田 什么意思呢 特别简单 兄弟两个分家产 哥哥把所有的财产都分去了 弟弟呢 什么都没分去 就分了一条狗 但这一条狗还很厉害 什么能耕田呀 能飘树呀 什么都能干 后来哥哥就设计把狗给堵死了 狗的坟墓上呢 还长了一棵树 这个树枝掰下来 烧成灰 撒在庄稼里 庄稼就能长得很肥沃 哥哥一看 哎不错 也去背 也烧 庄稼全死了 狗耕田的故事传到日本以后 日本人给改了 改成了什么呢 故事情节一点都没改 故事情节一点都没改 但是把人物给改了 兄弟两个改成了邻居两个人 为什么日本人要把兄弟两个 你故事挺好的呀 为什么改成邻居两个人呢 这就是日本民间故事特点一 多邻里冲突 特点二 以小胜大 你说日本这个国家大吗 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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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你看啊 日本的民间故事 陶太郎 陶太郎 金太郎 遗寸法师 故事都差不多 都是特别小的人 但是战胜了很大的 强大的敌人 为什么呢 因为 日本这个国家很小 可是在他们的心目中 一直有两个大国就在他们旁边悬着 哪两个国家 中国 俄国 在日本人心目中 这两个大国非常厉害 但是日本人要告诉自己 别看有那么两个大国在那 我们可以怎么样 战胜他们 这就是日本民间故事特点二 以小胜大 在我们的中国的故事里 最后的结尾 坏人都是什么结尾 死了 对吧 往往都是被消灭了 可是在日本的故事里 结尾往往 坏人是不会被消灭的 而会被什么呢 比如说 我和你打 你是坏人 我是好人 不能说我们是坏人 就是我们两个是敌对双方 不是我把你消灭了 而是你被我征服了 你的力量被我用 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就是你成为了我的人 为什么呢 这还跟日本有关 日本小有关 他们的很小 能源也很少 资源都很少 日本人觉得什么 这种斗争 是属于我们内部斗争 但是如果我消灭了你 是不是损耗我们整个 日本民族的这种力量 所以说 在他们的故事里面 最后的结尾往往都是 特点三 最后一个特点 恶人不死 是不是日本的民间故事 充分的把日本的文化 体现出来了 对吧 那么你们这下 我们就知道了 外国民间故事 通过一些民间故事 能够帮助我们了解 这个国家 这个地区的一些习俗 文化等等 那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 我们的课就上去 我们下期再见 我来说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